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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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应该要洗碗 你这时候应该要洗衣服 对不对 就是很像中国妈妈这样 就有一个schedule这样 然后后来我发觉 这样他就很盼逆 然后他很不舒服 就不应该这样去掉钱 后来我就发觉说 不对你就不要这样做 你只跟他讲说 如果你这么做 我很开心 但如果你不做 我自个来 但你做两次 他会有感觉 但是最终还是 洗碗洗衣服的事 还是他干 还是他干 但他会照他的时间做 例如说他今天铁人三站 他早上四五点要起床 他运动完 全身满身大汗了以后 他自己就会乖乖的 对 他因为他要洗他运动的衣服 他就顺便把我们的衣服 也就一起洗了 所以他就会有他的schedule 那就发觉 那就不一定要照我的 就只要他有做这样就好 然后做完一定要给他 一个大大的奖赏 什么奖赏 你太棒了 然后就各式各样的短信 然后各式各样的开心 这样子 就是你做一个忙 嘴上说说呀 你以为什么呢 很多人在学下说说 就人家就很高兴了 那你当然还是要做点 其实那你干什么的 除了赞扬之外 我要做饭 我要回家做饭 你做饭他洗碗 然后我把家弄得干干净净 他只负责洗碗 跟偶尔的洗 这点我相信 台湾女性 她骨子里 还是有先妻良母的根子 是吧 是吗 是吗 现在不这样了吗 好像不这样 大家有这样 真的吗 我妈有叮咛我了 好像不是这样 还是应该要煮煮饭 我好奇 她如果每天 然后四五点起床 你也是这样吗 我以前会 就刚开始约会要会 后来我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我要上班 所以我现在就变成是 五六点 就是她的尾声的时候 起码要跟她见个面 然后她去上班了以后 我可能还有时间 我就再回去睡一下 如果没有 差不多要起床 我就起床 所以我的 做起时间也变得很早 我现在在十一点 十点到十一点 我就要上床睡着 你知道现在像 我的这个朋友圈里 我认为很健康 很正能量 就大家要比 是比过去讲的 就好像这个大男人 现在大家比 就是谁对女朋友好 真的 主要因为 就是说我这个圈里 她很多 她大岁数的 她找小妹妹 你知道吗 她能比的 她比不过铁人 基本上算比当爸爸 那天我听过 一个好朋友说 怎么养女儿 大家向她学习 就说你还别说 就大叔找一个小妹妹 大叔好啊 大叔每天早上 四点半就起床 也是因为人老了 就叫少 四点半起来啊 就是给小女友 做早餐 我那天听到 真的大 做早餐 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西红柿啊 要包了皮 然后那个鸡蛋 你知道吗 就是她放在一个托上 要等这个小女友 起床啊 把这个蛋壳 不里敲掉吗 只敲掉上面一半 下面一半还有 这样端在床前 这家伙白发苍苍的 大叔 小妹妹醒过来 这样 我觉得很健康 对吧 我们就是 这个 来来来 你们努力 我们都表示要下单学 大叔说活不了几年 咱们还是讲点正事 讲点正事 这个 讲点正事呢 就最近呢 这个跨得有点远啊 我跟你说 7月28号 这又挺喜欢谈这个话题 对 因为它跟打第一有缘 你知道吗 没有 而且铁人 Uber在美国 刚创立的时候 铁人的那个 什么你老公在哪都在 都叫铁人 他之前做律师 在美国做 他帮Uber创立 他们的公司的 所以刚开始 我还不懂什么 是Uber的时候 其实到中国 已经很尾声 你不是尾声 应该是说Uber 你算是已经到高峰 才进入中国 但他在刚刚创立的时候 我还不懂这个概念 是我老公告诉我 因为他说 他是帮他们创立的 其中一个事务所 这个Uber挺会选人才 对 一头找铁人 因为那时候 他们在旧金山的一个 另外还找的一个 是在中国拓展的 这个掌门人 那是柳传志的职女 他也是在美国当律师的时候 跟Uber签了线 也跟铁人游过一段 所以我不知道铁人 认不认识 但我相信 Uber上立的时候 可能很多律师事务所 有帮忙 是肯定的 不过好像原来 他创办人也是做律师的 是 对吧 那个Lanovsky 他也是律师 而且呢 你知道就说 这个柳传志的女儿 叫柳青 柳青是滴滴的总裁 所以他们跟这个侄女 都过去打仗子的时候 据说柳传志他妈 不是 就是他的妈 柳传志的夫人 并不高兴 就不太愿意 就说这种堂姐妹 又是这样一个 一边是优步 一边是滴滴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就是说啊 现在这两家 关系发生重大改变 咱先说这背景 7月28号 国务院公布了 对网络约车业务的管理办法 明确将其定性为 叫预付出租客运 就先预付出租客运 这意味着 优步和滴滴出行司机 将在中国取得合法营运资格 而另一件大新闻 就是 滴滴并购了优步中国 而且这两件事就相隔几天 所以为什么大家议论 就是说好像是 这边才宣布你们合法 那边就滴滴就能够诟病优步 可见呢 很多人的推理就变成是 那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滴滴要买下优步 所以你就让他合法了 你可以看看相关的这个资料啊 这个有这个一些表格 这说烧钱呢 当然这两家这几年烧钱呢 完全烧几十亿几十亿的 这么烧钱 对吧 据说呀 我不知道 我听那个幕幕后消息啊 实际上也并不一定是这两家愿意 就是被被收购 而是因为他们背后共同的投资人 因为这几家投资人 有投很大一笔钱 投给滴滴 有投很大的钱 投给优步 就眼看着他们补贴啊 就这么烧钱了 烧钱 烧的也心疼啊 因为不赚钱啊 所以就是据说跟他们背后的金主有关系 也是他们背后的投资金 所以说他们说是资本的这个指令 就是说我们得盈利 我们不能老这么拼 也有人说这个法出来之后 其实对两家也没有特别的好处 虽然是合法了 但也有很太多的规矩出现了 而且现在等于是正式的法律有规矩 有规管 有规管了 所以对他们两个来说 如果我在这个规管的高标准之下 我还要再互相竞争 那真的是比烧情更可怕 太难 所以干涉合并 而且你讲 而且合并其实双方都赚了 有很大好处 你比如说 你原来是股东 你原来是投资者 投了一笔钱进去 就像你刚才讲 看他一直烧 我觉得那个时候 那个投资也没错 基本上大家我觉得都赢 双方后面的投资者也都赢 因为你想想看 你到烧到最后 滴滴这边好像表面上是个赢家 因为他买了 买下了人家 但是优步也没说 因为优步透过这一次 卖出他的这个股权 他换回来的那些利益 已经完全都已经赚回去了 那些投资者 就是现在我觉得 也可以有个流行词 叫求收购 对吧 被收购之前就只管付出 就是烧钱 你看刚才咱们跟义军也讲 他做传媒 你说现在我发现 做生意的方式 很多人都是在干这个 就是我在付出 等着卖 我在付出 我付出 我这个吐血大甩卖 但是是为了赢得市场占有率 然后就像个小姐似的 等着给别人看上自己 一看上自己 你并够我的钱 比如说优步烧了20亿美元 但是可能这个 它就是70亿美元 就把以前你所有的付出 全赚回来 你就赚了 而且还有一个文道 你可以看看 有人分析 就说这也反映出 外国国外的这些大企业 你看Google 什么Facebook 或者这些 到中国来 都走得不太 大于而归 我觉得那是中国的法律 因为就是说 你进到中国 你现在不可以 以存外资的身份进来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 中国的这个投资者 或是甚至中国的一个公司 来帮你营运 所以你在这个 运用的政策上面 你没有办法完全自主了 你开始要听 中国这个公司的意见 因为毕竟没有它 你是完全不可能进入 一脚都踏不进的市场 所以久了以后 你就变成你必须依赖 中国的这个营运者的话 因为他才是老板 所以就是说 你只能听他的 然后他帮你去跑中国的政策 或他告诉你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怎么玩 可是你是不是可以坚持 你原本这个外国公司 本来的这个营运政策 我觉得到最后都会投降的 因为你这个是 你到最后就要去旧市场 而且你如果跟他吵架的时候 请问一下你要 你一定输的嘛 因为你要妥协市场 所以中国呢很奇特 就现在出现两个情况 先讲大背景 就外资在中国 就像刚才又婷讲这样 你先让我去一下广告 你再讲大背景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们再看大背景 大背景 大背景就是外资在中国做生意 现在是越来越难 这是大家都晓得 所以很多不是外资开始要撤 尤其是日本或者一些美国公司 你比如说就是这两天 江苏省才出了一个信 给在江苏的外资企业 要求他们 但是不是一个法律文件 不是法令 就一封提醒的信 善意的提醒大家 这些外资要留下合理利润在中国 这是怎么理解呢 就说你在中国做投资 你不能够老想的挣了钱 就带着就跑 你这个钱呢 你得留下合理利润 但是他就没有定义清楚 什么叫合理利润 这个合理利润到底是百分之多少呢 该怎么留呢 他也没讲 那优步这种贴钱烧了这么些年 最优步是例外 其实大部分互联网企业是另一种模式啊 就外资企业 现在今天要考虑就是说 在中国做买卖 就两种情况 要不就是迅速遇上一个本地的 类跟自己干的差不多的公司 然后你还搞不过他 然后最后你干脆就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第二种呢 就是你要留合理利润 那你还搞不搞 还是还是该就算了 就就走完 我们我们不玩了 这有几种想法 但我觉得互联网更奇特 因为其实优步 滴滴从某个角度讲 我们不要忘了他就是互联网企业 对 他当然是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呢 今天全世界的互联网 其实有两个互联网 一个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互联网 一个是中国的互联网 所以所有的企业 互联网企业 也是有两种互联网企业 一个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互联网企业 一个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 那所有世界上其他地方互联网企业 不管你是航空母舰 不管你多厉害 你来到中国之后 你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Google啊 Facebook那些不管 Facebook也很有意思 你看那个主客伯格 这几年不是打这个女婿公司 不是频繁来往中国吗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大家都在看 他至少管不管用 到目前为止 也只是指纹楼梯响 看起来不太管用 那优步我觉得更厉害 优步那个老板 来了中国多少趟了 说是一年半之内 来了可能八次 对啊 然后呢 而且他其实也很会搞 你比如说 他后面找到百度投资 对 是不是 就他已经很有心 要做一个本土化 真的要见机在本土 可是我觉得在最关键的一点上 他一定会输的 那点输什么呢 就他这种轿车技术 又挺老公搞这个 他就更了解 就他这个轿车技术 是怎么回事 你其实需要掌握 很丰富的数据 对了 那个数据太敏感了 对了 你比如说你北京 什么时间堵车 你要预判 什么时间那边路况 会怎么样 这整个联合实际地图的GPS的交通流量 你如果一个纯外资企业 或者哪怕你有百度资本在后面 但其实还是个外资控制的公司 你在中国做这个 我们能让他做吗 不能 对 你说的这个 就是这个柳青 他接受什么财新网 采访就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 咱们以为这就是个轿车吗 轿车软件吗 其实呢 他们这个野心大得很 说把他理解成为 这个轿车软件是太小了 他将来真正能够做到的 甚至是环保 甚至是更合理的城市交通利用率 更合理的车辆 比如说 每一次你叫车的行为 都会进入大数据 对 你想他记录 他所有的记录 记录 他最后形成一个大数据 他会形成中国每一个城市 这个什么高峰期 多少人叫车 去什么地方 他可以做到更合理的分配 但是如此一个大数据 这个你看 包括你们台湾媒体都讲 就是说 除此 这个在外在中国的外资企业 现在都很想把自己定义为本土企业 他说 但是啊 中国政府对外资网络企业的戒心 本来就很高 从什么eBay 谷歌 雅虎 到脸书 至今没有一家外资网络企业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 或者根本就不得其门而入 何况像优步这样的平台 手中握有越来越多关于城市交通运输的大数据资讯 所以我觉得Uber中国在中国的这个 我不觉得它是Uber 就它整一个定义 其实跟Uber当当创立起来 已经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叫做什么网约车 其实Uber在旧金山刚开始的时候 它并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 因为在国外有搭顺风车的一个习惯 大家不会觉得搭顺风车是危险的 以前这种没有网络平台 它只是搭了一个平台 让你搭顺风车 而且付钱 而且它是根据你的流量来多给钱 它认为是市场来决定我的价格 像现在在香港其实还是维持这样 所以我朋友常常在今天早上说 我打了2.3倍的Uber去上班 这个是和市场来决定 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 它已经认为网约车的价格 不可以随便拟定 它认为你最高只能到一个地方 不然它认为你可能破坏市场规矩等等 所以它已经跟Uber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Uber中国是个崭新的中国Uber 它绝对不是本来的Uber 原来他们就说这下一并购 有可能司机的福利也少了 目前价格好像还没有变化 但是有可能价格会上升 因为它不再拼着烧钱了 它已经一家独大了 所以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反垄断 就是你现在中国 它现在这么一弄 它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它了 而且为什么国务院出台管理 你刚才讲的对 最早在美国本来是拼车或者什么的 现在看来就是说 比如说你有最久驾驶记录的 有什么什么什么记录的 你还是要有资格的 而且这种滴滴 这种优步在中国不是没有出事 就说这个司机是个什么人 尤其是女孩 你也要当心 广州不是已经给监了一个吗 是吗 性骚扰也有 这个曾经我们谈过一个话题 这个女人喝酒 穿的比较暴露 当然就是说我可以骚你不能饶 但是你凌晨三点你一个女孩 醉着就打了一个这个车 最后那你你说你有所遭遇 你不应该当然应该惩罚别人 但是最近的事是这样 你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司机啊 他是直播平台上 他不但是这个滴滴平台 他还是直播平台的主播 这小胖司机 原来他就这种恶劣的行为啊 他在机场附近守候 你看下边 他这个空姐下了班 坐他的车 结果呢 他偷偷的把他的这个手机摄像头啊 给遮着 然后聊不这个空姐 问问空姐的 有时候问点感情啊 问点什么呀 他就在直播 你看这些弹幕嘛 这些弹幕 最后被空姐知道了 这个投诉上去 现在这小胖司机啊 已经被禁了 已经被禁了 啊 你看 你想他同时在直播呀 你坐他的车啊 哎 还有 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 对不对 就是说我到内地 为什么大家都习惯 坐副驾驶坐 不是 副驾驶坐特别危险 空姐本来要坐在后边 因为你坐后边啊 但是他跟那个空姐说 他好像找了个什么理由 比如说那 那他坐在坏了 还是什么 非要让空姐坐副驾驶 我绝对不坐副驾驶 我也是 但很多人是习惯 做副驾驶 是我看内地很多人习惯 这以前是因为有安全问题 有人觉得 就是 你说现在这个直播呀 我也挺烦的 你你你烦不烦 又停那次搞了个直播 我看了一下 还挺漂亮的啊 但是就像你说 我觉得还挺 有流量的问题了 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你有点被绑死 就是好像不 现在不做这个 你不 你不跟上这个 时代的潮流 但是呢 直播不是你现在说 我现在随时开 就会有人的 你为那个流量 你得预告 六点 那六点 我就很紧张 得赶紧赶到那个定点 然后 确定我的网络 没问题 但是我就跟你说吧 就是说 我现在觉得 有一个痛点是什么 就是你看中国 永远是来不及的问题 就是说 这么先进的一个科学技术 但是赶上了 咱们还是个前现代 就是说这个 很多国民呢 他这个修养啊 他还不是现代化的文明人 他还是个土鳖 或者说村里的那种 你知道吗 但是他又掌握了这个东西 你知道我自己 其实我就觉得好讨厌 因为你比如说啊 好像比如英国人 他有这个尊重 个人隐私的修养和传统 那么他掌握这个工具 对吧 他也会发生 暴露个人隐私的事件 但是毕竟 我在身边 我有时候就觉得 可以提醒一下 有些小女孩非常讨厌 当然有些男人也很讨厌 就是说 你在直播 对吧 我们在吃饭 我们在旁边 你问过我吗 你知道我已经碰见好几个了 你看小女孩长得挺漂亮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我在旁边 我们同桌吃饭 谁让你把我直播出去了 那我们家人知道 我撒得谎 你太讨厌了 你知道吗 我遇过太多了 对啊 我就觉得中国人 怎么有这么一部分人 就不把别人当回 这个 哎呀 我 我说一好的 不是 我说一好的例子 你比如说 我有一次发现 这人与人 为什么能交成好朋友 你这个心思 你需要非常的体贴和细密 你比如有一次 你说宁浩导演 我就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几个朋友吃饭 当时呢 我身边也有个这个女同事 就好像又婷这样吧 对吧 我们当然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就觉得你看 他这个宁导演 他有这个敏感 他说 我给你们照相 最后拿手机 说咱们合个影吧 最后合完影 我一看 他就非常清晰的 把这个女孩 隔在我的身外 你知道吗 就不用心照不宣 你就会知道 这是个靠谱的人 人家心里明细 你知道吗 这种哥们能够 这种哥们 去夜总会 好像中国人 就是说 你没有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只不过你现在 将家三言行广告之后 你还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文道说说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比如说像你刚才说 那个直播小哥 还开车 我觉得中国就是会发生这种事 你不觉得太正常了 就你刚刚说那种经历 我遇的太多了 比如我前一阵子去瑞士 跟家里的人一起去旅行 那就你就路边 比如说吃着饭 就我不晓得被拍过多少回了 那些人都是直接的就 招呼也没打 你不晓得跟我打个招呼 那没什么嘛 对不对 就直接走到说 就这么近 对啊 就这样看 这样的 都就是这样 你还在吃着饭 天啊 对 我觉得就是 你基本上是景点的一部分 是公众 是公务的一部分 他就跟拍个树 拍个垃圾桶没分别 就是我有时候想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见到明星 我就总觉得 你想不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更让我们敬佩的人 对吧 有时候我觉得大家老把就说什么 我是屌子 干嘛 人家孔子都说了 有教无类 是吧 人家都可以成为君子 你为什么非要选择成为一个烂人呢 对吗 你比如说 我从某种心理上理解 你见到一个你心仪的明星 对吧 不管他在干什么 你上去给人照相 或者也不打招呼 我能理解 对吧 你喜欢他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呢 如果你会有这个想法 哎呦 人家在吃饭 或者人家在跟什么人在一起 也许人家现在不想被我打扰 那么你这样的粉丝 我会遵你为神 你知道吗 就是 可是你就永远不认识他 他就会觉得 他与其出鲁的那一秒钟 反正你下一秒钟 也不会再跟这辈子你不会跟大家见面 可是他那一秒钟对他来说 你就有斗文涛的照片了 那怎么样 就他是粉丝的话 如果斗文涛的照片能挣钱 我刚发现他在签名嘛 就凤凰出的那些照片 他在签名 签一个三块钱 股签有钱啊 我签没有钱 不是 我有钱 大家喜欢谁不喜欢谁 这我都能理解 我是真觉得 中国这个国家 包括今天互联网 哎 没不懂得尊重个人隐私啊 我就跟你说尊重个人隐私是一种修养 如果你懂得尊重个人隐私 你的人生我跟你说会有好的朋友 真的 你会让人尊敬 你的事业会更成功 我跟你说 这些 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个老板啊 就是做生意非常成功的人 我就向他们学习 过去我向文人学习 今天我向商人学习 对对对 我就发现 有进步 这个新系的 没有一个老板成功是偶然的 没有一个老板是真的大老粗 他是表面上 你看他跟实际上为朋友想的那个 那个之细密之周到 你知道吗 这样的人才是成功的人 你有这个情商 就是你眼里有别人 你会考虑到别人 而一个民族 如果到今天还不懂得尊重个人隐私 我认为这个民族你永远没希望 真的 那其实是不太懂得人跟人的界限 对 他们不懂这个界限 所以为什么 比如说你觉得排队的时候 总是贴着你背 他对人跟人的界限的把握 距离感 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还不是把握得太好